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妳剛剛那是什麼動作 好配妳喔 好對啊 好配 我家的天竹鼠也是這個動作 天竹鼠 好高 好 孩子不能隨便養 吃對米飯學溫大 糙米還有紫米 它的膳食纖維是比較高的 那遠遠高過於白米 超過十倍以上 這一張表格裡面 它幾乎是完勝的感覺 對 我後來發現不是它吃不吃的問題 是它怎麼吃進去排出來 就是一顆一顆的糙米 主要是看它的 量減少 那個殼在便便裡面看到是正常的 孩子的飯不能隨便吃 吃錯你會養不大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米飯的健康秘訣 到底該如何讓孩子吃對好米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這個每天我們都在吃飯 對 但是你知道吃飯也有學問的 那個米本身怎麼烹煮 它的來源 有沒有一些重金屬啊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其他 可能儲存方式錯誤 都有可能會危害 你每天吃的米的健康 雖然有一句話叫做 一養米 因為一種米養百種人 對 但是我吃錯米可能養不大 好嚴重喔 你今天是素卿姐上身嗎 不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我們常常不知道吃下去的是什麼東西 對 今天我覺得糯米啦 飯來了就吃 可是怎麼知道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甚至裡頭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 米蟲嗎 不是 是米裡頭有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來好好認識一下 因為小孩子吃錯米 那個問題就會比較大一點 是 小朋友如果吃錯米 真的會有什麼樣的傷害嗎 請素卿姐來分享一下 很恐怖 是 對 有些小孩子吃錯米 真的會養不大 真的 比如說在台灣 曾經傳遞過實際的案例 就是我們第二條 這個黃蟲 哎呦喂 它是不是玉米跟花生裡頭 對 很多人都想說黃蠔毒素 黃蠔毒素 不是在花生跟玉米嗎 其實不是 包括我們一些米股類的 或者是甚至以前像芝麻 堅果類的都有可能 尤其在台灣高溫潮濕的環境 可能是黃蠔毒素的生長 那你說那什麼是蠔毒素呢 蠔毒素以前比較常聽到 是在咖啡 對 就是消息會曾經檢驗說 因為咖啡如果保存不良 然後就是有蠔毒素 蠔毒素呢 一樣就可能造成腎臟的傷害 那現代呢 老實說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新鮮米新鮮吃 所以在家裡這兩種 有時候相對比較少見 反正是一跟四大家只要注重 一是什麼樣呢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米採收下來之後呢 我們會先放在骨倉 放在骨倉等需要的時候 我們才黏米 我們不是套炸把全部的骨倉米都黏完 是先存在骨倉 然後一定的時間黏米 那在骨倉你想 如果我骨倉的環境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 老鼠啊 蟲啊什麼 所以我是不是必須用一些藥劑 避免這些蟲啊蟲啊去吃它 所以當你黏米的時候呢 可以黏到一大層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喜歡吃什麼 哎呀我喜歡吃糙米 可是糙米它黏的沒有那麼厚對不對 如果它的保存環境又不良 或者它們保存期間用的藥呢 比較多 甚至沒有保存一定時間去的 這就可能造成說 你以為吃健康 反而吃到那些殘留的殺菌 或者是殺蟲劑 那這個可能是肝啊腎啊 都必須為這個付出傷害 那最後一個重金屬 這一次最近才傳出 不知道他媽的印象 結果台灣呢 照道理我們在那個污染的地區啊 他們會一定說 這個工廠排放廢水 發現你這個重金屬污染對不對 照道理它一定的面積裡面 會禁止栽種 這個地方你就不能種米了 可是你想想看 你說2公頃不能種 2.1公頃這個人行不行啊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之前他們去做一個調查採訪 就發現明明不在這區裡面 可是他們去調查發現裡面 重金屬還是超標欸 可是這個時候它已經收成了 甚至農委會有時候監測會慢一步 就是說監測說 不好意思這裡超標 不好意思已經收割完了 所以就是要注意 當然政府也有在做這件事 就是政府呢 他們會把這個監測 定期監測這些污染區 有沒有偷偷被種到米 可是問題是 有些它是偷排的污染 我們怎麼會知道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必須去找一些 可上信賴的店家 或者一定的產地 甚至有一定的標籤 我們待會教大家 然後來選購好的米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謝米蟲 因為看到米蟲 我們那個米就不會吃了 就不會像以前的人說 又放了又放了又放 放到你知道那些什麼黃菊 蛇菊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梅菌的名字 所以剛剛蘇星姐說發梅 發梅 就是上面長的是黃菊菌 這個黃菊菌會釋放的叫做黃菊毒素 然後我們吃黃菊毒素才會中標 這黃菊毒素是煮不死的 黃菊菌會死嘛 但是那個毒素是煮不壞的 所以就算你煮好了 你再吃也還是一樣會中毒 會中毒這樣 那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買到安全的米呢 我們可以讓小朋友吃得健健康 大家有沒有什麼選米的好方法 我們以前像我從大陸來台灣 我也不知道台灣的地理環境或什麼的 只能聽廣告 廣告字 台東出好米 所以我們就覺得對 整個台灣就台東有米 台東米是最好的 所以那時候去買米的時候 就看是什麼 他只要寫什麼台東米什麼的 就覺得好 那小朋友小時候一個寶貝嘛 就覺得一定要吃最好的 所以你去超市的時候 都去買那種真空包裝的 然後小小一包 1公斤1.5公斤 然後好幾百塊的那種 就覺得吃少少的 然後後來就發現有食安問題 就在講毒素什麼的 後來我就覺得 沒關係 我買的是這麼貴的米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我也有看他後面 有檢驗標章什麼的 可是這幾年好像也沒有人 在講米的什麼什麼食安的問題 再加上 我已經是一個170公分的大男生 你知道他的飯量是多大 他有時候放學回來 肚子餓的時候 那個飯是大概兩大碗飯這樣吃 媽媽已經沒有能力 再去買一小包300多塊的米給他吃 300多塊 你兩餐就沒了 對 就大概兩三天就沒了 所以就開始選擇 現在所謂的CP值高 一樣還是台東的 但是可能價格比較 比較 相比起來比較合理一點 然後量比較多一點 那主要就是買回去 去自己親自去吃它的那個口感 或者是像我的經驗就是去洗米的時候 如果洗的時候 上面浮了很多的米出來 就是有的米是在下面 有的米就浮上來 我就覺得那個米的品質不太好 因為米吃起來是一顆一顆很飽滿 如果它浮在上面 就說明它的品質是鬆鬆 它的密度是鬆鬆的啊 所以第一浪費 第二覺得它的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那個米以後可能就不會太 不會再去買 然後那個口感要吃起來是 緊緊的QQ的 不要煮出來就散掉就爛爛的 那種就覺得那個應該是 稻子很快就熟了 好像也是個判斷方法 等一下再來看對不對 艾瑞絲 像我自己我也會選就是 你看她說台東好山好水 我是選花蓮的好山好水 那我特別是找那個花蓮它的冠軍米 重點是它也是像那個 雨妮剛剛講的 它是真空包裝 對然後這種米就是 我會覺得它應該比較不會去摻到一些 越南米啦 或是進口米或是舊米這樣 那我覺得要怎麼判別 像我覺得煮起來啊 尤其是煮稀飯就很有差 因為一般煮稀飯那個飯煮下去啊 有的比較不好的米 它就會整鍋糊掉有沒有 可是我用這種的就是 挑選過的米呢 它就是煮起來那個粒粒分明 就是煮稀飯的時候 整鍋看起來都是很光滑很漂亮的 然後小朋友就也很喜歡吃味道很好 但是我之前因為很難買像這樣子的米 它是有季節性嘛 比較難買 然後我換了米 我們家小朋友說這個米不好吃 媽咪你這個米不好吃以後不要嗎 我覺得你吃米不知道米粒 這米很貴耶 不是常常都可以吃得到 沒錯 海燉媽咧 我們家是就是 我會看那個有CAS標章的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怎麼判斷 所以我覺得看標章是最快的 然後我會買真空 買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放保鮮盒放冰箱 那個米洗米飄起來的比較不好 顆粒大小顆的 還有那個東台灣的米比較好 還有散裝的比那個冷凍 不是比那個真空的不好 這四個都對嗎 其實部分對部分不對 其實那個米 現在其實台灣的米真的蠻好的 都是經過一些檢驗 而且都有CNS地基等的米 其實這些都是很OK的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花冬它的這個工廠少 但是事實上我也會選購嘉南平原 因為嘉南平原事實上也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產地 但是如果說你洗米的時候水是很混濁 它的米粉很多 那有幾個可能 就是它額外添加的米粉太多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它的這個 那個米已經開始有點就是沒有保存得很好 開始粉狀了 那當然是比較不好一點 那浮上來的也會多 所以一般我不會去挑那個 那真空包呢 是因為這個台灣溫暖潮 是有北回歸線通過 那的確比較容易有這個 所謂的黃麴毒素的萬機 所以呢 我個人我也會選擇真空包優先 但是如果這個米航 它的保存的這個環境一直都不錯的話 其實它現在也都有一些產地的標示了 所以也是安全的 就散裝的米也不見得就是比較不好 對 但是它們現在都有在一些空調控制之下 那所以拿回來我們把它放到保鮮盒裡頭 然後要冰在冰箱 這是OK的嗎 這個真的要這樣做 像我個人買米 只要一拆開燈空 我就會把它放在冰箱 這是以前那個太大公衛生研究所做過 你在室溫下的這些米 沒有在這個控溫控施情形下 事實上很容易長黃麴毒素 對 剛才海頓媽說像她會看認標章 是 那淑欣姐要不要教我們看一下米帶上這個標章 要怎麼看 還有成分 好 其實呢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挑米 其實我覺得買包裝米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我們的小包裝米 基本上它規定有八大必定標示的事項 第一個呢就是品名 品名大家都會知道 第二個部分呢叫做品質規格 剛才大家那邊挑說 哎呀我要看那個什麼 會不會浮起來有沒有破壞力啊 其實品質規格就是政府在幫你做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有分CNS一等二等三等米 像這個寫的就叫做CNS的二等白米 意思是什麼呢 它是第二等 一等是最好的 一等就表示它的破碎力啊 熱損壞力啊 那種爛魚中速的力啊 是少的 那如果二等是中間 那比較差的相對的就是三等 那還有些是等外的就更爛的也有可能 那除了這個品名跟等級之外 它會輾至日期跟它保存期限會寫起來 你就會知道這是哪一期的倒作 它是新的還是舊的 前面它的認證單位有幾個 第一個叫做CNS 就是米食就是優良米食 那像這一個是雙標誌 你可以看到它是CNS跟一個有機認證 就是認證的機構是誰 我們有幾個在台灣可以認證的機構 那它頒發說 確實就是我MOA認證 它是一個有機農法的農產品 所以它會有雙標章 然後同時你看 一定要標的叫產地 因為你很怕買到越南的嘛 雖然越南也不一定很差 但是有些人都說 我們要支持國產米毛 而且國產越來越會支持 所以它會告訴你產地在哪裡 那雙標章之外 有些人你也可以看 現在更進一步 有些人說 我有產銷履歷 你會看到一個綠綠的 像箭頭一樣的東西 那就是產銷履歷 你就可以知道它從生產到什麼程序 它周知有認證的 那現在還有一個更簡單的 有些人會看到QR Code QR Code叫生產溯源 那是最簡單 你只要掃了QR Code 就可以上網去看 它是誰種的 它怎麼樣 哇 有點身分證的意思 對 我覺得 這個對於我們這種 生活技能比較弱的人來講 我是 我會覺得這樣子 我比較容易了解 我不用自己眼睛去挑或幹嘛 我就是說 我把這個看清楚了之後 我來買 那如果產銷履歷的困難 就是你真的必須要 像我們唐老師這樣 我很清楚 從眼睛 手感到口感 我都知道 這是不是好米 好 就等於說 你就等於是要靠一些經驗 那沒經驗 就買這種包裝米 把握這八大標示 是 有的時候我們就很困惑 因為常常聽到 說米啊 你要多洗幾次 你才能把上面的毒素 什麼的都洗掉 這樣比較乾淨 對 可是我又聽說過說 米你不能一直洗到那個水 都輕輕的透明到尖底 對啊 因為它外面的那個營養 會被你洗掉 對 所以我們到底是要多洗幾次 還是不要把它洗成很透明很透明的 到底要怎樣 好嗎 很老實 神氣 神氣 到底要怎樣 真的 其實你在買米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去撈撈看 如果你去撈那個米的時候 你手沒有很白 就是那個米粉不會太多的話 其實米 剛剛豬琴有講過 它的農藥殘留很少 但是重金屬是洗不掉的 所以呢 你可以洗的是一些農藥 那基本上它殘留很少 只要洗的水稍微有點清澈就可以了 那一般你那種包裝米 按照我的經驗洗個三次以上 就三次就已經是很乾淨了 就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 撈起來手是很白的 大概洗到五到六次 那糙米的洗法跟白米洗法會不同嗎 其實糙米喔 就是真的要比較洗比較多次啦 因為它有一些是帶著一些殼 所以它的一些雜質就會比較多 其實吃米對我們小孩子的 我們這種以米食為主的文化下 其實吃米對孩子的健康很重要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一般在講 不管什麼品種的米 基本上它有四個營養價值 第一個就是說 它提供所謂的碳水化合物的來源 那它會在我們體內轉變成葡萄糖 那葡萄糖做什麼用 就是提供給我們大腦使用 所以小朋友如果你發現 他記憶力不集中 或是容易打他欠疲勞 有可能是他的米食 就是澱粉類的東西吃不夠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吃米飯就是提供澱粉 但是它第二個營養成分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蛋白質 很多人不知道米飯有蛋白質 我們的一個 比如說小朋友裡面或是大人 我們有六分之一的蛋白質 其實是來自於米飯 所以當你的 對 所以有些人減肥 或是小朋友他沒有吃到米飯的話 相對於影響到他的成長發育 不只是腦部還有所謂的長高這件事情 所以它來提供蛋白質的來源 這個是很多人不曉得 然後第三種營養成分就是 如果你選購是比較是 比如說是黑芽米或是糙米類的 那它相對也提供了 比較大量的膳食纖維跟維生素B群 那我們知道現在鼓勵吃全骨類的 那全骨類就是我們在講的 糙米或是紫米的部分 它其實可以促進腸道蠕動 現在很多小朋友 比如說他是有便秘的啦 或甚至於大人要預防大腸癌 我們都希望我們會希望添加全骨類的一個澱粉進來 然後最後其實這幾年在講的啦 就是有一些媽媽可能在看門診或是在醫院 他們會反映說 小朋友可能會有一些過敏 或是膚質過敏症的小朋友 那它確實比較賣類的東西就比較少吃 就不能吃太多 那它可能主要的澱粉來源還是來自於所謂的米食 因為米飯其實它是沒有膚質的 好所以現在我們有幾個小朋友吃米的學問 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是什麼呢 小孩餐餐吃糙米最營養 是真的嗎 你們會嗎 我覺得是啊 像我家的小孩根本都是 他們幾乎每一餐都希望他們都會希望有吃到飯 那我大概就是中餐跟晚餐都會讓他們吃到飯 而且要每一次吃飯都是要吃到兩三碗 每一個喔 包含我的五寶妹 每一個都要吃到兩三碗的量 我就覺得說這樣不行 因為都只是吃白米的話是不OK的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精緻的澱粉類 所以我就會開始加 我就加一些黑米 黑米跟白米搭 或者是說糙米跟白米搭 要不然就是紅藜麥跟白米搭 我就是希望就是用多一點的組合 每一餐都會這樣換 我不會都只是固定一個 因為我就要想說混著讓他們吃 讓他們習慣那個口感 他們才不會以後只挑白飯吃 所以他們吃是OK的對不對 對 就是讓他們習慣 每一餐都這樣用我管你的 你就要給我吃下去 但我覺得我可能不會餐餐讓他們吃欸 對啊 因為我覺得餐餐吃可能太 一個是小孩也不愛 然後再來就是我自己可能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喜歡 像買五穀米啊十穀米我都會混著買 而且我是不同品牌都混著買 因為有些牌子會混這五種穀類 或是這十種穀類 然後我就會輪流 可是小孩不太接受 我老公也不接受 他們就會覺得吃這個 可能要吃很久 口感他們也不習慣 對 那我最後就變成說 那我們就折中 可能白米跟五穀米或十穀米 2比1這樣子去混著 然後我也不會餐餐都吃 因為我覺得這樣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欸 對啊 我們建議是這樣 如果是腸胃道蠕動正常的小朋友 健康的小朋友 我們鼓勵是三餐裡面有 一到兩餐可以吃糙米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現在是吃全穀類的食物嘛 那全穀類就來自於 有膚皮 胚牙 胚乳 有大量的膳食纖維跟B群 那如果你是真的小朋友 是腸道蠕動不好的 那確實我們可能三餐裡面 你不用硬逼他 一定要吃三餐都糙米 可能一餐然後用白米下去混 他只要可以攝取到他足夠的膳食纖維 其實就OK了啦 這是我們比較常見的像白米啦 然後另外像糙米 然後還會買到胚牙米啊 或是糯米類的 或甚至於紫米 還有現在其實很夯的黑米的部分 那如果是以舊營養價值來講的話 其實以熱量來看的話 差不了多少 第二個就是膳食纖維的部分 膳食纖維的部分 確實你看我們的糙米 我們這邊有說起來 我們的糙米還有我們的這個紫米 它都是屬於偏顴骨類的 那確實它的膳食纖維是比較高的 那遠遠高過於百米 你看幾乎超過十倍以上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說 為什麼要多吃一點 顴骨類的糙米的目的是在這邊 然後另外比它的B群的部分 其實它這邊表格比的蠻齒的 包括B1啊 B2還有B6 如果小朋友是屬於比較剛剛有提到的 它可能比較容易疲勞 或者是說剛剛要提高它的代謝能力 或是正在成長發育中的小朋友 比如說它是兒童期 青春期它要長高的 其實你可以選擇 維生素B1 B2比較高的米 所以剛剛提到像糙米 或是紫米 或是黑米其實都不錯 但是黑米 黑米其實它是 它歸屬在糙米裡面 可是它品種它有分是糯米類的 跟所謂我們一般鮮米類的糙米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屬於 比較容易脹氣或消化不好的 其實你可以買是 不要是糯米類的 因為糯米相對它又比較容易 比較難消化一點 所以你買的時候其實可以看一下 它的成分表示 然後另外呢 這邊還有提到所謂的假的部分 如果你家老公是屬於三高的病人 或是說你們家是屬於比較容易有水種的 甚至於小朋友在成長發育裡面 他也需要假跟零的部分 你也可以選擇這樣糙米跟所謂的 一個紫米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張表格裡面 確實糙米跟紫米 這種所謂的全骨類的 它幾乎是完勝的感覺 對耶 尤其是紫米 我覺得紫米一定會開始大賣耶 真的 但是它也是屬於 很多人不曉得 它也是屬於全骨類的 所以你給小朋友當點心啊 或者是說他要吃一些 比如說你要幫他做健康的點心類 其實你也可以用紫米去製作 那手作達人小玉媽 你有自己的 哇 是毛巾圈吧 你這 怎麼會有這種顏色啊 這是藍色的啊 你知道嗎 其實有講紫米 有講黑 你有講紅 你滿常沒想到藍色 因為我還蠻注重小朋友一樣 但是我們家小朋友 超級超級歪嘴肌 加視覺性的小孩 像這個壽司啊 外面這一圈是白米 那這白米為什麼變藍色 對 因為我是用蝶豆花去用熱水煮 哦 我知道 之前有介紹的那個 對 我用熱水去煮蝶豆花 然後就會煮出藍色的蝶豆花水 像藍色的蝶豆花水 蝶豆花我要去買都未必買得到 我就有水才弄 你看 看我的力量 那我十股米在煮之前 希望它口感比較軟 所以我會先泡水泡四個小時 然後泡水的時候 會冰在冷藏 至少泡适的小时它比较软 那煮的时候水跟你的 水的比例会 比平常煮白米的时候再多 就是多1.5 用1.5去煮 而且里头又有黄瓜 然后有红萝卜 有蛋 有肉松 所以其实很异样 超赞的 所以其实像那种东西 小朋友吃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不过呢 我也让小朋友提早可以吃糙米 因为其实兔宝这个状况 就是我自从主持这个节目 我就煮糙米给他吃 然后我就混白米 然后兔宝就说 不好吃我不要吃 然后他说妈妈 那我挑出来好 我想说 好有错 你把超乎贴上 我觉得应该明天的 对 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 从副食品的时候 就让他慢慢的习惯 这样会不会就比较 他就嘴不会被养得说 白米比较好吃 或什么吃 我是这样做啦 可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妈妈是这样做 我也是这样做 安东在两岁之前 都没有吃过白米 他是四个月的时候 打预防针的时候 小儿科医生跟我说 他可以开始吃副食品了 超米可以吃 我就开始 他的第一餐 我开始就是 十分之后 我就吃超米 对 他从十分之后 开始一直吃超米 到两岁前 全部都是全超米 对 他不知白米之味 是两岁 两岁大概两岁半之后 有一次我们外食 然后因为我之前 如果我要外食 我没有时间煮 我也是买一些肉跟菜 但是我回家 给他超米饭 我不会拿外食 因为我就觉得白米饭 没有营养 我一直觉得 一旦白吃 对 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 所以我很坚持 让他吃超米饭 所以到两岁半 有一次他到外面去吃 吃到白米饭 然后就发现他吃饭有变快 他觉得 那个口感 对 他就会觉得很好吃 所以后来之后 我有发现他喜欢吃白米 我现在就会让他 白米再加超米 一起给他 那我还是会加红礼 因为增加蛋白质 这样给他吃 可是我觉得不是每个小朋友 都是生来就可以吃超米 因为我小朋友小时候 是当然先煮白米粥给他吃 然后加一点蔬菜 加肉类慢慢加 然后到他一岁多的时候 我婆婆突然就说 你要给小朋友吃超米 因为那时候刚好开始流心吃糙米 她说糙米是多健康多健康 那婆婆这样讲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糙米不好吃 因为一颗一颗很硬 那我觉得小朋友会接受吗 那我就只好白米和糙米 把糙米还泡很久 泡到软 然后再煮粥给他吃 可是我后来发现 不是他吃不吃的问题 是他吃进去之后 他排出来的 他怎么吃进去 排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糙米 而且他都拉肚子 吃完之后不久就拉肚子 拉出来的糙米 就是一颗一颗完全变形 所以我就小小的试 大概三比一的比例 一点点加进去 后来发现他到小学之后 才慢慢的适应可以吃糙米 是因为小朋友肠胃的关系吗 为什么小朋友吃糙米 会有这种状况 然后副食品我们应该怎么给啊 就真的从他开始的时候 给他糙米吗 其实大概我们建议 四到六个月开始 小朋友就可以开始吃副食品嘛 那现在早期 我先说早期其实很多妈妈会给 那些米肤啊米筋啊这一种 或是像有些阿嬷 她会煮那种按摩 就是上面那些按摩的部分 对对对 但事实上我们是看小朋友的反应 因为每个小朋友 个性跟肠胃蠕动不一样 所以通常如果你的小朋友 等六七个月开始的时候 甚至十个月大的时候 他就开始吃一些比较 煮的比较软一点点的饭 让他上去咀嚼啦 这样其实他如果可以 其实就无所谓 那你刚刚提到的糙米 如果他真的觉得消化不良 或不舒服 有呈现不舒服的状况的话 那我们建议你确实是可以停掉 停掉之后你可以到 比如说十个月以后 一个一岁以上你再给他 那其实小朋友会慢慢适应 还有可能你的烹 就是在烹调的时候 你可以煮软一点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从小我们建议 其实小朋友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就给他糙米 因为糙米其实你就训练他 知道这个味道 所以副食品的给予 第一个我们建议是 我们鼓励现在不要吃太久的粥 或是太久的糊的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网络上 有一派的那个妈妈们 他会给小朋友吃到一岁以上 都吃那种糊啊粥啊 那种更软的东西 你会发现他会其实影响到 他的咀嚼能力跟他的一个 可能智力的发展 也都会影响啊 学习力 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 如果他愿意咀嚼 你就煮软一点点的饭给他 甚至于很软很软的 他可以吃你就给他吃了 然后多样性的变化 目前的建议是这样子 黄医师有没有什么 我们从副食品开始给 真的是越早给这些东西越好吗 还有就是五股杂粮那些东西 也可以一起给小朋友 我知道很多的妈妈 碰到跟云妮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都已经推广 一样就是四到六个月 本来就应该开始吃副食品 那我更进一步的 让爸爸妈妈能够解套 就是说其实跟着大人吃 汤子压一压 剪刀剪一剪 反正只吃一两口 我没有要喂饱他 只是让他熟悉这所有食物的感觉 也让他免疫系统能够接触他 但的确很多妈妈就跟云妮一样 跟我说我就听你的话 给宝宝吃糙米 就哇那真的就是一天 每一日看三回 因为就是每天都上三次 然后都是see you again 就是那个糙米很香 就颗粒就在里面出来 那我会觉得第一个 他可能吃的量比较多 因为那个宝宝就很爱吃 然后妈妈就很高兴 他一直喂 然后他可能真的吃的量比较多 那第二点也是 也许这个宝宝真的 他没有办法这么多量的 这个糙米的摄取 那我有时候会说 那你就减半 比如说跟白米先一比一 那等到他的这个肠胃更健全之后 我们再增加 但是也有很多妈妈就是没事了 她就吃糙米就OK 那就就顺其自然 那至于那个壳在便便里面看到 是正常的 哦 是 你难道希望那个 你难道觉得那个壳会吸收不见吗 是不可能的啊 那就是那个纤维 所以我们在便便里面也有 对 是 对 如果下次你可以吃东西 我们会直接要把它丢开 其实都在啦 只是因为宝宝的便便 我们就看得特别仔细 就比较怕 那我大概会建议他说 那你先这个一半一半的 主要是看他 因为他拉个三四 可能屁屁就会有点红 那我觉得这样对妈妈对宝宝 好像不太就是 比较减少他的屁股不舒服嘛 我们才会说那稍微 量减少一点这样子 对 那我们想给小孩子多吃五穀杂粮啊 然后又怕小孩子不能接受 我们到底要怎么煮 或是有什么偷藏的方法吗 其实呢 我们家小孩子一开始 就吃糙米加白米 而且我觉得他们大概四个月开始 其实我们有煮过副食品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我们大人吃什么 就直接弄给他吃 对 那其实是从少量啦 就是一两口加慢慢吃 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关卡币 因为真的是比较差的话 那可以就是慢慢的加 像你可以白米多一点 然后呢 糙米渐渐渐渐加上去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是蛮容易的 那他老师以前常常在节目上有表演 你们家的那个五穀米 那个煮的时间就不一样啊 因为米可能就是 比较煮很快就熟了 然后五穀要搞很久这样 其实我不会煮五穀米 一般在煮的就是很单纯的燕麦或者白米 或者是荞麦加白米 我不会用两种以上的这个全部类 但是呢 你白米就不需要泡 那你五穀 其他的这些什么燕麦啊 糙米这些 你可以先泡 但是呢 因为我小孩大概一岁开始 他们不喜欢太软爛的口感 所以我连糙米都不泡 但是你如果要克服这个口感 你就是先泡糙米 但是像那个小玉妈那样 一定要记得泡米的时候 放在冰箱 否则是很容易长没去 所以泡米还要放冰箱 对泡米一定要在冰箱泡 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 这样才不容易长黄取毒素 好所以吃米学问大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来看看 饭煮软一点小孩就更好 消化跟吸收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觉得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 我自己喜欢吃软一点烂一点的 就是像炖饭茶泡饭这种 我自己都好喜欢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小 就是给小朋友吃软烂一点的饭 他好吞应该也会吸收比较好 结果后来我就会习惯 就是小朋友在装饭的时候呢 我就给他加半碗汤 然后结果我发现我儿子 对他吃到后来他都要吐了 他说妈咪你这个饭都烂烂的 我不喜欢 结果我才发现 他根本就不喜欢很软烂的那个口感 对后来我就会只会就是帮他 加一点点 比如说像卤肉饭的卤汁 加一点啊 然后给他一点菜 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吃稀饭 然后他也不喜欢稀饭的口感 那我就会给他一点 比较脆的青菜 比如说像金针菇啦 像笋子啦 像红萝卜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让他加在饭里面吃 那他就会吃比较多 像我家的大宝跟二宝 他们女生就很喜欢去软烫 可是我家三四五 他们就是喜欢吃偏硬的口感 就是如果说给他弄 就是有时候煮饭不小心水多放一点 那饭不就煮得有点烂烂软软的 他们还会推回来给我说 妈妈坏坏烂掉烂掉 好不吃 所以我们家的喜好是各饭 说我妈妈煮饭很辛苦 就要拿捏的刚刚好 太硬太软都不行 反正太软了他们会自己掉汤 所以喜好跟这个消化吸收 太硬会不会不好吸收或消化 会吗 如果有困扰不知道 其实我先讲营养的部分 就是你今天的饭 比较硬会跟泡在汤里面的饭 它的营养价值都一样 因为都是有碳水化合物 但是呢 我现在手边很多小朋友的案例是这样 就是喜欢泡汤 把那个饭泡在汤里面吃的小朋友 他没有咀嚼 因为他 为什么你们自己当然在吃也知道 你们吃茶泡饭是不是好入口 对 咕咕咕就吞进去了 对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 反而他会产生所谓脏气 跟所谓肚子痛这件事情 然后每次问他 而且这些小朋友在长大之后 容易比较容易有肥胖的倾向 因为会造就他吃饭的速度比较快 对所以有时候我问小朋友说 你的吃饭是 他就说喜欢鸟汤啊 或是喜欢鸟酱汁那种 因为好入口嘛 又快 所以这个我觉得倒是妈妈要提醒你们的 可是真的是美女都喜欢吃泡饭 因为脸比较小 因为都没有嚼 不用打肉毒 我们脸都渐渐的 对 这样一般 对 我可以帮你放鸡胃管吗 可不可以放鸡呢 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加入哪一股 都很小 而且后来都牙齿很滑 哎呀 所以吃这些软饭跟泡饭 是有点问题的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他们软到极致 因为之前有一个妈妈 她就比较极致 就是说她一开始也是 坚信那种糙米饭 就是对小朋友最健康 可是有个问题 就是糙米饭真的不会煮就很硬 所以她想说小朋友都说太硬 不喜欢吃 就吃两口就不吃 就难吃 后来想到一个办法 既然太硬就把它煮成糙米的粥 是不是 就是煮到极致的软就叫粥 那你们一定吃了 后来小孩子觉得这样勉强 又吞了也就接受了 可是后来就变成说 她的孩子就喜欢这样吞的粥 然后她的亲 连其他配菜也是喜欢吃软的 后来更惨的是长大一点 她就发现 她们那个牙齿都长得非常的不整齐 后来就在去就医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要去做语言治疗 说他们老是觉得 她小孩子还虎不轻 后来那个治疗师就跟她说 第一个你长期你的咀嚼也没有发展 然后她几乎就忽然吞吞吞吞吞吞 所以她的这个部分的训练不够 也会影响她的巴 然后第二件事情她说 你这么都没有咀嚼 所以她们这个二部 就像你说她们很小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她们的营养又很充足 所以她的牙齿病没有特别小颗啊 所以她变成一群大牙齿 要长在一个小小的牙弓上面 这部腺会很乱 她就特别乱 所以后来就得矫正 所以我刚才说对啊 你小脸到后来就很多要矫正的啊 对啊 今天你的对手是她我觉得 真的 我们已经对战十几年了 一直都是她赢 还对吗 你有没有给小孩吃益生菌吗 有 你是为了什么吃 就是让他肠胃比较那个 蠕动比较正常 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拉肚子 你不会便利这样子 那你知道你的益生菌吃到肚子了以后 这是益生菌要怎么活下来吗 他吃什么 吃你的粪便吗 他吃 我那个 吃其他的东西啊 他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学问的 叫益生质 或有人翻译叫益生源 所以益生菌还要吃东西 对 它是菌 它总是要有食物啊 那这个益生质从哪里来呢 其实它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寡糖类 或者是就是 就是不是多糖 就是寡糖类 那在于我们的糙米今天主题 糙米类就很多了 哦 所以换句话说 我吃益生菌啊 我要吃糙米去喂它就对了 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今天花钱吃了好的菌 对不对 那你就要再 这个给它好的饲料 让这个好的菌活久一点 就跟养鱼一样 好 然后 我这样解释是有一点点夸张 那意思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 要养好自己身体的好菌 你平常如果有吃这种糙米类啊 或是有吃菇类啊 或者是就是各式各样天然 然后全国营养的食物 其实就是在帮你的肠胃 打造好的菌相 那么也许你就可以省钱 不用再买一身菌来吃了 哎呀 原来如此啦 海盾吗 你做上那个事 哦 我这个呢 是为了海盾呢 他 因为其实我发现啊 他喜欢吃糯米类的东西 糯米喔 对 因为他像比如说饮茶 不是有那个荷叶的那种糯米鸡啊 是肉粽啊 然后想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 但我后来有归类 可能一个原因是 他喜欢那种团状的 跟你平常吃饭那种放在碗里面 他觉得那可能很无聊或者什么 所以呢 我现在就开始在家 因为最近天气热嘛 然后也不想煮什么太那个热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做饭团是非常好的 妈妈就是很快就可以完成 小孩不吃菜啊 肉啊 全部夹在里面 他就吃下去了 哇 好像泡澡 这是我喜欢的 泡泡 那是什么 那是奶油啊 不是不是 这个是蛋白 蛋白 我基本上是蛋白 就很像他在洗澡的泡泡 然后就把它烤一下就可以了 烤蛋白 对 烤蛋白 然后所以你看 有淀粉有蛋白质 还有蔬菜 对 还有后面蔬菜 就是它垫在后面上 对 垫背 不过这样子 真的小朋友看到就很高兴 真的 对啊 然后全部吃下去 就所有的营养都可以顾得到 对啊 好 我们来看看 讨论三是什么 来 担心孩子会过胖 饭量就可以减半 我们家没这个问题 我儿子反而是饭量就非常少 因为他就是拿到一碗饭 因为我们帮孩子夹餐食的时候 我们就是饭放下面 然后上面就会帮他夹了菜啊 那我儿子就是会从上面开始吃 把他所有的蔬菜啊肉啊都先吃完 吃不够会再教你帮他夹菜 但是他的饭呢永远就是都摆在那儿 然后最后菜啊肉啊就全部吃光之后 就下面都剩一堆饭 然后可是因为我儿子是长高 但他不长肉的 然后我就很担心他在这个时候 是应该要多吃一点淀粉 然后来长一些鸡肉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会硬逼他把饭吃完 他吃不完我就叫他拿着饭 白饭去面对墙壁吃 真的还假的 对 然后因为我就是在太担心了 恨你啊 我不是恨你 你恨你吗 我家是跟你相反 我家是饭一直猛吃 那我就 我先帮他们那一碗 就是那一碗空网 先装了菜跟肉 我会跟他们说 来你们先把这边的东西 都吃完了以后 我再去帮你们装饭 他们才不会这样饭一年三 那么一直吃下去 吃到最后他们菜都不吃 肉也不吃 所以这样倒有没有用呢 其实 要看小朋友的饮食状况 那像吴宝妈这样的状况 他其实就可以采取比较大人式的减肥 就是他确实可以先把那个 因为蔬菜量膳食纤维增加的时候 你就 你相对的你的糖分就不会 那么需要那么大量 这边其实有一个那个 我们卫福部建议的量 那他是用所谓的年龄去做区分 但是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原则的建议 所以你也不要说 他这边建议比如说 7到9岁的小朋友 他一天的那个 2.5到3 他要吃到2.5碗到3.5碗 你想说我小朋友只有吃两碗 好像很担心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颧骨跟筋 我们在讲说 淀粉类的东西 不只是来自于白米饭 还有刚刚其实谭老师有提到的燕麦啦 或是黄医师提到的地瓜啦 甚至于小朋友很喜欢吃的玉米啦 其实它都是属于我们在讲的 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也都提供了所谓的葡萄糖 所以其实你要把这些东西 还有像小朋友很喜欢吃的 马铃薯啊 马芋头啦 或是冬天的栗子啦 这些其实山药啊 南瓜啊 你都要算在这个所谓的 全埔根之类里面 所以事实上你是要这样评估的 那另外呢 还有蛋白质的部分 蛋白质的部分 就小朋友成长发育来讲 它确实就比较重要 因为怕会吃不足 那一颗蛋就是一份 简单剂 那所有的肉类呢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一些猪肉啦 或是牛肉的部分 四只角的 我们建议就是两只手指头 就是面积是一份 那如果是鱼肉的部分的话 除了两只手指头 它的厚度比较多 就是两只手指头厚度 其实就是一份的 所谓蛋白质的部分 所以这个表格是给一个大原则 可以做参考 那如果真的有问题 建议其实还是要看医生跟营养师 我们还是请谭老师跟我们推荐一下 孩子如果真的不爱吃饭 你有什么样好的料理 让孩子爱上吃饭呢 谭老师的厉害料理叫做什么名字呢 栗子炊饭 那其实呢我们就准备一些鸡柳 因为这个呢比较耐煮 那你就放一些鸡柳 你要切多大块 其实多少块都没有关系 你有腌吗 对我用了一点酱油 然后呢白米加糙米 我们就1比1 1比1 对 对就是 让它增加纤维一亮 然后呢这个糙米 就1比1 对 这个是绿竹笋 其实你可以 绿竹笋 你可以用 竹笋炊饭好好吃 对 然后呢我们加点红萝卜 颜色才会漂亮 然后这就是新鲜的栗子 然后我们就把它拌进来 然后呢 其实你 因为我口味很淡 所以我就直接了 那最后的话 你可以加点盐 或白胡椒去调味 那如果你觉得味道够了 也就不要再调味了 然后呢就是你的水的话 就是大概是 就是一杯米就一杯水 然后糙米就1.2杯 那这样这个也是凉过的 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然后加到水 加到这个腌过之后 其实就不要有任何的油液 这样就好了 对 然后呢 你不到30秒了 好可爱 电锅要煮久一点 对 好我们就放到电锅里面去 然后就把它按下去 就等它跳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吃了 那到底煮出来长什么样子呢 来 给大家看一下 先 哦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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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很燙 好美哦 想吃 而且红萝卜都还很红 我觉得谭老师的料理很厉害 超香的 都简单又好吃 试试看 天哪 要不要给你红萝卜 我要给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太酸了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真的吗 那你试试这个 你不要用红萝卜扒凌我 好好吃哦 那个笋 而且虽然我这盘也没有栗子 也没有鸡肉 太有人觉得这个饭很好吃 一来嚼 没有栗子 没有鸡肉 很有鸡肉 我有鸡肉 好好吃 哦 我吃到这个竹笋超好吃的 一点超好吃的 它真的口感 竹笋这个盅主也不用担心 它会软软 因为还是很脆 对不对 好好吃哦 而且那个鸡肉的香都在饭里面 对 那个饭是有香味的 栗子好甜哦 栗子好甜哦 好香好甜哦 好吃好吃 而且它的栗子 超甜的 超甜的 鸡肉也很甜 而且它很妙 你没有加太多的调味 可是它的味道是很够的 它每个食材的味道都好强哦 对 它其实是鸡肉的油脂 去到那个竹笋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有 吃润感又脆脆的感 这样加油 它用本身鸡肉的油 好好吃哦 超喜欢的 好 今天呢 介绍了大家很多很多关于米食的东西 不管是那样子的那个狗便当 或者是那样子的蓝色便室 或是我们这个自己是吹饭 反正呢都是妈妈的可爱小心思 就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快乐 然后吃多多吃营养好不好 好 准备祝福大家 谢谢爸爸妈妈好 赶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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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大家拜拜 皇上其实我们节目也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是小朋友不要吃太多款咖啡的东西 包括咖啡啊茶啊巧克力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说真的 就像我们喝咖啡 你如果晚上睡不着 我们就陪着小朋友一起睡不着 就这样子而已 还会影响到什么吗 需要那么紧张吗 其实这个议题国外的小孩谈的比较多 因为其实在台湾也很少爸爸妈妈会给孩子喝咖啡喝茶 大概都会知道 可是其实有些汽水里面会有一些 是就是 所以国外小孩有时候会去喝一些能量饮料 对 觉得这我今天体育课 希望能够有点能量 同学在喝我也在喝这样 感觉好像会比较有精神 其实那里面就有咖啡 所以美国儿科学会很重视这个议题 就是说不要 儿童期不要让他摄取太多的咖啡 除了让他睡不着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间接的影响 比如说咖啡因会影响这个小朋友的铁质的吸收 那当然也有咖啡因本身在身体的代谢的速度 在小孩子有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心悸的问题 会 那再不要更强烈一点 就是他可能情绪会受到影响 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12岁以后 才可以说稍微接触一点点 那剂量上面的话 目前没有很硬性的规定 但是基本上 如果你就把成年人的减半再减半这样子 了解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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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